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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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今天來 開產房 我有忘記放了多久的 這個是 安達宥斯大橋形狀的產房 我也不知道放了多久 應該有 有 兩個月了吧 反正我們現在 來挖看看 應該是有聲 雖然表面上 看起來不樂觀 因為這邊都還沒有被咬 咬的痕跡 我剛講好像就有一點 這個 OK 我剛才在找我的手機架 找超久了 怎麼樣 準備一個盆子 然後把 上面的東西先挑起來 這些木塊什麼的 先挑起來 我好像摸到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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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拆去 再來 再拿一個 這個小格子的盆子 那我們等一下 如果有藥床的話 就一直放一個 先暫時這樣子 OK 好 那我要倒囉 有嗎? 怎麼底下看起來... 有聲啊!有有有 我看到了 這樣照得到嗎? 那我們現在 先把這個土的部分先打開來看 那我直接一開就看到幼蟲 有沒有看到? 剛孵化的小小隻的幼蟲 OK 這樣就一隻了 那我們一樣把我們拿這個剛剛準備的鴿子 然後放一點這個土 把幼蟲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先放這邊 好 在講話的途中 把他眼角瞄到 你看這邊還有一隻 有沒有看到? 幼蟲 他們的10幼蟲 這些都剛孵化的而已 很一樣 再把它拿在這邊放好 不知道有沒有大一點 嗚! 哇!掉下去了 剛剛輕輕弄一下 6、6層倒出來 感覺深很多耶 這個 這是他們的卵 這已經快要孵化了 喔! 好多喔 又有一隻幼蟲了 有沒有看到? 這裡 哇!好多喔 感覺養不完耶 感覺養不完耶 哇!又有一顆卵 真的是大爆產耶 這種東西 隨便生都一堆 哇!超多的耶 又有幼蟲了 等等等等 我剛剛挖到現在啊 你們看一下 已經有六格囉 那這樣子 我怎麼感覺 算下來會有 一百隻的感覺 因為 我這次投產的是 兩隻母蟲一起 我放了 兩隻母蟲下去 所以 生一百隻 感覺是 正常的範圍 這安達真的會生 又有一隻幼蟲 那這個幼蟲啊 看一下 他們一靈啊 剛孵化就這麼小隻 米粒大小 那之後可能會長到手長大 公蟲幼蟲會長到手長大 這樣子那麼大隻 我挺期待的耶 哇!這隻真的生好多啊 我們繼續找 哇!又有了 隨便翻一翻就有 哇! 糟糕 不小心捏爆了 啊 難免難免 我們養蟲的開產房 捏爆是正常的 偶爾都會手長那麼一下 哇!真的生好多喔 我這邊 剛剛弄出來的 這些土啊 隨便翻一翻就兩三隻了 哇!真的生太多了 哇!真的生太多了 這邊又有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白白雷個 兩個 那我們就這樣打開 等一下 這是蛋嗎?還是幼蟲 感覺是蛋耶 對啊!這個是蛋 那我們先放這裡 哇!這是剛孵化的 看一下 那個頭都還是白色的喔 哇!怎麼生那麼多啊 我現在開產房的時候是 蹲著的狀態 腳真的非常的痠 有點痛苦 雖然看到爆產了很開心 不過還是 這過程還是蠻累的 OK!讓我們繼續分裝 好啊 那 有餘喔 我覺得 等等 感覺就是超級多幼蟲 那我們 等一下用縮時攝影了好了 快速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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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找了大概十分鐘 我很確定我的剪刀離家出走 那 我就試試看 用湯匙挖看看 裡面是空心的耶 不知道有沒有幼蟲 好喔 好像可以喔 喔可以耶 哇 嗯 好像都沒有了 他們好像都不會生在木頭裡面 喔 喔 原來這個那麼軟喔 那用手就可以了嗎 害我找剪刀找得那麼辛苦 好像都沒有 都沒有死痕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有 好 奇怪耶 居然都沒有耶 好誇張喔 那我這個木頭是用心酸的 就是 他們都不生在木頭裡面 雖然 很早以前就有聽說 那個 安達 大鵬行蟲的那個 他們生產都不會生在木頭裡面 他們都是生 生在比如說 這是木頭 然後外面這邊是土嘛 他們都會生在 這個地方 不然就是箱子的底部 那以我剛剛看來 確實是那樣 那我現在有點心痛 因為我這個木頭 買了400塊 這是超大型的 它原本是我的椅子 當 當時有點懶得 再去買產木 然後去把我的椅子 拿去給他們生 然後結果這個椅子 他們居然 沒有生在木頭裡面 不然我現在還有椅子做 我的腰就不會那麼痠了 好累 算了 都打開了 還是把它開完吧 欸真的都沒有 看一下 完好如粗 它如果有三幼蟲的話 這邊都會有石痕 可能會有一些痕跡 這樣隨便擺開 都是沒有 會懶得看 一定 一定都沒有 哇 真乾淨 有沒有 這個 這是母蟲推的 這個 都是 木屑啊 木頭啊 跟土混合的 那這個裡面一定有 我們來打土 我現在直接剝開 這裡面一定有 我剛剛有說什麼嗎 好像沒有到 打臉自己 好難過 我的椅子 他們竟然都不生我的椅子 哇 我現在發現啊 我這個椅子 他這個木頭很好欸 他是 偏軟的 用手就掰得開 好 好 嘩 冷不住聞了一下 木頭的香味 好吧 看來 外面都沒有了 裡面怎麼可能還會有 對不對 我現在也只是在掰 掰開來 在掰辛酸的 就這樣啊 我不用掰了 算了 就這樣啊 那我們就 繼續找看看吧 不過 其實已經算很滿意了啦 我原本 只想要養個 30隻左右而已 也不想養太多 因為 想說這個就是 來留個種吧 因為 好多飛機好煩 啊 好了 飛機終於過了 因為 他們的上一代啊 就是他們的爸爸媽媽 亂養 就是吃那種 俊平吃一罐而已 然後有讓他們餓到 還長得不錯 他媽媽有5公分以上 有一隻啊 我留了一公二母 他公的已經被我賣掉了 那只剩下這兩隻母的 所以 哇 放在一隻幼蟲欸 小小隻的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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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瞄過去 有就有沒有就算了 因為 這個廠房啊 還會留著 應該 因為我看蛋還蠻多的 我應該還會再放個 一兩個月吧 再打開來看 那到時候 那到時候 就是 我應該會先 直接叫 俊平 再一次把他們入俊 哇 好多喔 奇怪 怎麼到現在 已經見底了 還沒有看到他們的媽媽 跑到那裡去了 大部分已經被我丟到旁邊這邊了吧 應該不太可能 剛剛都沒有摸到啊 欸 都沒有欸 喔有啦 有一隻 有沒有 他們的媽媽 滿大隻的喔 奇怪 有兩隻欸 欸 怎麼做 怎麼做一隻 欸 奇怪 欸 另一隻欸 怎麼消失了 先丟旁邊 等等等等 真的假的 等等喔 你們覺得會在這個裡面嗎 不行不行 我要把它拿出來 我堅持 我堅持 算了 這倒出來 喔在這裡欸 它什麼時候進去的 真的是 愛搞怪 大蟲愛搞怪 這隻還滿大隻喔 這隻有五公分 五點一吧 我沒記錯的話 好 好 放旁邊 等等等等 這個影片 我等一下 回去我要自己看 不是回去要自己看 我等一下要自己看 它到底什麼時候進去的啊 還是被我丟進去的 我沒有發現 我有這麼眼殘嗎 它那麼大一隻 哇好累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大概到這邊啊 那如果你想要養安打幼石大橋新蟲 那這個產地是 北印大吉林的 那如果你想要養的 別忘了 這次的話 放個抽獎活動好了 呃就 這部影片如果破百讚 然後 點閱率破一千的話 一千就好 破百讚 然後點閱率破一千的話 就進行抽獎 那 我們抽兩個了 兩個名額好了 好不好 一隻比較大 一隻比較小 那就 抽兩個名額 那記得 分享這部影片 然後請朋友們來按讚 我的粉絲團 那分享出去 那我就抽這隻母蟲給你們 那這母蟲我是確定還可以生啊 因為 我餵才生 就一兩個月而已 所以 剛剛看起來 都還很多都是蛋 而且還很多 很多剛生的 所以確定還能生 那如果拿回去啊 沒有生的話 我再直接送幼蟲給你們 那如果抽獎的話 那個 運費啊再麻煩幫我負擔一下 對 一百塊而已 他們活力都很好 那我等一下母蟲就要先拿回去 餵果凍了 要進補一下 好那記得 點贊 這部影片 那記得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看 一起來養 這個 很美麗的 雖然母蟲不美麗 我知道 母蟲看起來很普通 就黑黑的 但弓的真的還蠻好看的 那今天戰績大概就是這樣子 沒有多少隻啊 相信這個裡面一定更多 因為我剛剛根本沒有認真在檢查 因為我看了還蠻多蛋的 所以 再放個一兩個月再來挖挖看看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啊 那別忘了訂閱我 然後我有FB跟IG的粉絲團 可以去追蹤或按個讚之類的 好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